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锋利的铁片挟持两名人质 与警方对峙要求修改控状 轰动全国 为期六天的半山巴监狱囚犯挟持人质事件 就此掀开序幕 被挟持的两名人质 分别是国民大学皮肤专家拉西夫医生 以及吉隆坡中央医院医药助理阿兹 他们两人是于当天早上9点30分 抵达监狱的诊疗室 为约20名囚犯做立场的检查时 被人挟持 挟持人质的消息传出后 举国震惊 警方立即大阵仗派员前往监狱作证 随后查明涉案的后审犯 包括蔡吉成 黄来发 沈亚男 林福生 方文武 及叶志强 其中被视为挟持案主谋的叶吉成 是新加坡公民 他曾经当过该国警方阵报队队员 退役后在我国干下偷车案时 狠下手开枪打死盘查他的一名警员 案发后 多名吉隆坡高级警官进入监狱 试图与嫌犯们对话 但都被后者拒绝 主谋蔡吉成点名 只和亲手逮捕他的前吉隆坡警方 严重罪案调查组主任刘贤宗 附警坚进行谈判 期间 警方及监狱虽然提供食物 但嫌犯们担忧食物被动手脚 因此只让人质享用食物 他们则已快速免冲击 谈判工作开始后 嫌犯二度提出要求 第一次要求警方修改提控他们的控状 刘贤宗 时任警察总长敦涵涅夫 及监狱局总监拿独一布拉辛 多次和嫌犯洽谈 都毫无结果 随后嫌犯第二次提出要求 让警方答应提供两辆轿车 让他们带着人质离开半山吧 警察总长 监狱总监 心理专家等一连数日毫无办法下 陆续将嫌犯们的家属请到监狱 试图以亲情的力量感化嫌犯 虽然仍无法马上见效 但嫌犯间对是否投降自首 已经开始出现分歧 据悉 蔡奇诚一开始曾警告其他同伴 千万不能相互背叛 否则将会迅速杀死人质 还对外宣称自知本身难逃一死 因此愿意在其他人前面挡子弹 谈判工作进行期间 监狱内外各有精彩故事 三千多名囚犯连续数日没有被安排洗澡 虚火过剩而脾气暴躁 当局以担忧发生事故为由 拒绝这些囚犯不出囚房 洗去身上污垢的要求 另一方面 一名自称受妇内政部长特别聘请的巫师 伊布拉辛·莫塞因也到场施法 在监狱外撒下米粒和水 随后更称他的法术奏效 导致囚犯间内乱 食人首相敦马哈迪为首的政府 在这起事件中以人质安全为重 因此警方连续多日按兵不动 静候一举出击的时机 10月22号下午5点25分 来自武吉阿曼警察总部特别行动组的突击队员 在其中一名囚犯内应方文武的里应外合下 采取闪电式行动 仅花一分钟即制服所有囚犯 成功救出人质 警方在这起行动中兵不血刃 紧持木棍展开突击 全程并没有开过一箱 其间囚犯曾试图杀害人质 但被内应方文武以肉身保护 方文武因为协助警方获得善待 案发后被送往设施良好的嘉颖监狱 据监狱局总监伊布拉辛事后透露 他和方文武之间约定动手的暗号 是后者拨电给他说 我们饿了 要吃饭 赶快送食物来 1986年11月 主谋蔡吉成因为曾经杀警而被判死刑 并于1989年10月10号被送上脚刑台 其余五人原本被警方援引绑架罪名提控 之后或控方修改为挟持及禁锢罪 分别被判坐牢三至五年 为这起事件落下了帷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